本节我们介绍如何使用group对象来组织界面 group对象将一组相关的item对象组织在一起 如果要使用group对象 我们需要引入group的模块 引入的命令为fromTraceUIAPIImportGroup group对象有很多参数 比如orientation参数表示编辑器的排列方向 它可以是horizon也可以是vertical layout表示布局方式 它的值可以是normal,floor,split,tabbed 它的属性还有showlabors 是否显示编辑器的标签 它是一个board形的值 columns它代表布局的列数 它的范围为1到50 下面我们看应用group进行布局的例子 这里我们采用modelmanager的例子 modelmanager从hastrance继承 这里定义了5个trance 分别是modelmanager than manifest 分别是modelname,category,modelfile,modelnumber,沙r,modelnumber和vortices 我们对这5个trance进行一个分组 其中modelnam,modelfile和category当作一组 我们把它定义为一个大的group model number和vertices是另外一组 它们定义为一个group 我们可以看到在每个group的内部 分别定义了三个item 将三个trins属性相关联 同时这个group的label 它的标签定为模型信息 它的收包的属性定为处 那么第二个group 我们关联了model number和vertices 这两个item 它的label标签定为统计数据 收包的属性为处 我们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会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在程序中 我们创建了两个group 它分别传给了vio窗口 每个group都通过item创建了空间 并且指定了相关的参数 label和show border 我们在界面上可以看到 它显示了一个标签页 一个是模型信息标签页 一个是统计信息标签页 我们可以在两个标签页中进行切换 如果我们想得到另外一种效果 我们希望看到两个group可以并行排列 那我们在该group的外围再建立一个group 这形成了一种group的嵌套 运行程序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组group不再显示在标签页里 而是并行的排列在同一个界面上 group对象它提供了嵌套关系 像我们刚才例子中 我们使用了两层group 如果我们希望这两组group进行平行排列 并行排列 那我们可以给外层的group设置orientation属性 它的orientation属性我们设置为horizontal 这样内部的两个group将水平排列 我们可以试一下程序 我们看到这两组信息 即模型信息和统计数据 就并行排列在界面上 group类还提供了很多的派生类 它对很多的属性值进行默认的设置 比如说派生类 hSplit 这里的h代表horizontal 我们可以到hSplit代码中找到hSplit的定义 我们可以看到hSplit是从group继承来的 它有两个属性 layout设置了split orientation设置了horizontal 也就是说我们使用hSplit代码相当于我们使用group代码 同时设置它的layout和orientation属性 下面我们看一下如果我们使用hSplit类的代码框架 我们在代码的外属使用hSplit内属使用vGroup 它的含义是外属水平排列采用orientation是horizontal 内层的group是vertical方式排列 它的orientation是vertical 我们把它应用到刚才的代码中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大部局上是水平排列 每一个分组内是垂直排列的一个界面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group的各种排升类 hGroup表示内容的水平排列 它相当于对group设置了orientation属性为horizontal hFloor表示内容的水平排列 如果超过水平宽度时会自动换航 同时隐藏标签文字 hSplit表示内容的水平分割 它中间会插入分割条 tab表示内容分标签页显示 vGroup表示内容垂直排列 vFloor表示内容垂直排列 如果超过垂直高度会自动换列 同时隐藏标签文字 与此同时还有vFold,vGrade和vSplit 如果你对这个信息更感兴趣 那么我们提供了相关的代码网址 大家可以查一下各个派升类的详细属性和用法 接下来我们使用多个视图对象来完成个例子 同一个模型对象可以通过多个视图对象 用不同的界面来显示 为了让刚才的程序更为简洁 我们定义了两个全局列表 G1、G2 它们的元素分别都是item对象 在G1里边我们定义了两个item 分别是model name和kategree 在G2里边我们定义了model number和vertices 在程序中 我们在model manager里 内部我们定义一个view 这里我们分别定义了两个group 调用了G1、G2 同时设置它的title为U内部视图 我们在model manager的外面定义一个全局的视图变量 Global view 同样这里包含两个group 它的title为U外部视图 当在界面显示的时候 如果我们使用命令model.configure trends 说明它会默认的使用模型内在定义的默认视图对象 TraceView 我们可以看到程序的显示结果里边 界面窗口的标题是内部视图 如果我们的调用命令是model.configure trends view等于traceView 说明我们使用view参数 指定了显示界面所使用的内部视图对象 如果我们在内部定义了很多的内部视图对象 这里我们就可以有选择的去显示 我们想显示的内部视图 我们使用命令model.configure trends view等于globalview 这时候我们会将视图对象直接传递给参数 那么我们在最终的结果 会看到它的标题栏显示外部视图